由比比特·布莱德·佩特及汤梅·李中斯·汤梅·李·Jones主演的科幻电影《星际任务》 Ed·Astra再次掀起一股太空热潮 其中部分的科技虽然目前人类仍然未能达到 如从地球见天梯连接太空及火星殖民计划等 除此之外电影还探讨了非常神秘的月球背面 究竟这个地方隐藏着秘密呢? 连网上都有报道指出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斯蒂文·霍庆曾警告人类不要登陆月球 究竟月球隐藏着什么危机呢? 月球背面是指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一面 而月球背面的首张影像是由前苏联的月球三号·卢纳三 无人探测器在1959年10月7日拍摄得来 人类直到阿波罗8号·阿波罗8 在1968年执行环绕月球任务时 才直接用眼睛看到月球背面 当时有幸用肉眼看到月球 背面的太空人William Anders这样描述 对面看起来像我在孩童时玩过一段时间的沙堆 它们全都被翻起来没有边界 只是一些撞击痕迹和坑洞 直到今年1月 人类探索月球有了新的里程碑 据当时中国官方传媒指 嫦娥4号的探测器成功在月球的望、岸、环形山驻路 达成了人类探测器首次造访月球背面的任务 月球背面是什么? 月球已经绕着地球公转超过45亿年 由于受地球的重力托引 使月球的自转速度与公转同步 因此月球自转一周与围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都是约28天 这代表月球总是以同一面面对地球 而我们从地球无法看到的那一面 就是月球背面 月球背面除了是人类无法从地球看到的那一面外 由于月球本身遮挡住无线电信号的缘故 所以很难维持与地球的通讯 当年阿波罗8号围绕月球飞行时 在飞到月球背面时也是无法跟地球联络 至于嫦娥4号任务 则扣过终极卫星解决了这个难题 阿波罗17号曾遇不明飞行物体 霍金警告物在登月 人类对征服月球的心不息 特别是对月球背面充满好奇 坊间一直都流传不少关于月球背面的传闻 当中最引人入圣是1972年阿波罗17号 阿波罗17完成任务后 美国随即结束登月计划 之后近40年都再没有登月的任务 当时传出曾参加任务的美国太空人表示 在月球发现不明飞行物体 于是美国太空总署被迫发起登月任务 至于前五次的登月任务 美国太空总署都选择了月球的正面 正因他们知道月球背面可能有外星人居住 阿波罗17号成任务后 美国随即结束登月计划 除此之外 在1987年苏联人造卫星从月球背面发来的传真照片发现 月球背面陨石坑内竟有一架 美军在二战时期失踪的轰炸机 当时由指美国及苏联两国科学家 打算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秘密调查 然而在一年7月苏联再次扫描该地区时 轰炸机却消失 当时有份协助调查的美国专家指出 该架轰炸机在7月22日从月面失踪 不过不少月球传闻都证实是假消息 当中包括网上流传已故英国著名物理学学家霍金 曾警告人类不要再登月 基因外星人住在月球背面 甚至有网上传闻称 美国和苏联在1976年曾经合作发射阿波罗20号 并发现月球背面亦有一个远古城市及不知名飞行物 虽然最后证实是愚人节笑话 但相信月球背面的传闻会一直流传 直到人类真的踏足这一面 而霍金就曾提出人类探索太空的时间表 他称人类应在2020年前派太空人在访月球 2025年登陆火星 并在30年内建设月球基地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